他这些个都说他是不是晒黑了 他那个家伙真的是 其实还好 他那天 他手还是好白好白的 不过他 也不用太担心他 他这个皮肤超好 跟你说他只要不晒几天 可能又白回来了 小子好像是冷白皮 是的 主要是你前面讲的那句话 他太有心理了 前面讲的 见到他的那个感觉说 对 我跟你说很漂亮 对 就是他进来以后 然后我就站在屏风后面 然后他因为他一转个弯 然后就一直走过去舒适 我跟你说我用手机怼着他的脸 然后他刚开始看到 大家还很腼腆的 就就咕嚼一下 甚至笑了一下 我天哪好可爱啊 他又漂亮又可爱真的是 而且还有一点要澄清 就是说小泽就不是很多那种什么一些化妆师啊 那些up主我之前看到有人说 说小泽很吃那个装造嘛 说他的那个眼距可能比较近 五官比较集中 但实际上你肉眼看的跟镜头看的就是不一样 他肉眼看的他的五官就真的是环境比例一样的 就是非常的完美 根本就没有什么近不近远不远的 就是刚刚好恰到完美的比例 就是你而且说真的 就是他纪念不是31吗 我觉得他根本不是 他只有20多岁的样子 对 男大生 他的脸真的非常的小 他的脸跟我不能说跟小语比 你是不知道我被小语的脸给冲击到了 你知道吗 他的脸是小泽的就是两个小泽 不对不对不对 我的语无能吃了 小语的脸是小泽的两倍 而且我看到小语 我觉得好像就是在在那些花絮里面见到小语的一样 好像那种憨憨的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小泽在调皮的时候 他在后面好像好红郁的 那种左左左左左左摸右摸的那样子 好搞笑的也是 对的 不是小语脸大 是我们小泽脸太小 懂吗 对 小语其实她也是正常的脸大小 小语说 我陪着你们任何人 小语的脸真的好方 但是小语的五光真的好好 小语也好白好白啊 我感觉小语好像从来没有出门晒过太阳一样那种 他是那种白 真的 他是那种感觉像是不出门在家里呕着 然后呕白了的那种感觉 猫本来就可能高冷一点 尤其是又长大了的猫 他可能小的时候还比较好撸一点 他算成年了吧 六个月就成年了吗 他应该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个月去的时候说他一岁了 他说现在应该 应该十三十四个月了吧 对 那个猫是海蛇缝的 你们都知道 只有我是下山了才知道 也不晚 其实我也是下山的 没关系 就是认清真相什么时候都不晚 真实的力量永远大于完美的力量 不过我下的比较早早的多的多了 我大约 我大约十一 其实也不算是下山 我大约十一月的时候 十一月的时候吧 就已经 因为在那个CV群里面吵架 我就说他们不认茶店 我就很生气 我就在群里面骂 就是说怎么可能 然后他就把我踢了就踢了 就算了